用专一点光看电影 绝绝过度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之电影 大岛盒子已经很老了 这天 电视上正播放着 中国佛教代表团仪式 今天就在东京举行 引起大岛盒子注意的是 代表团中的明镜法师 正是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 生于中国洛阳寒家庄 这是他初次踏上日本国土 电视屏幕里的人 让大岛盒子一起多年前 那时日本无条件投降 驻扎在河南寒家庄的 日本军队仓皇撤离 他的儿子 就是拉在那里 彼时 去外地街上的羊角大娘 刚刚回村 看见大伙争一茶接一茶的 往家里使东西 就连他的哑巴儿子葫芦 也混在其中 可惜 捡的东西都不大实用 他只好亲自去捡 反合的途中 羊角大娘突然听到了 连绵的婴儿啼哭 于是 他慢慢靠近草丛 打开藤栏 原是一个 用日军上衣包裹着男婴 由于再三 羊角大娘还是决定 将这日本婴儿包回家 想着儿子葫芦快三十了 还没娶上媳妇 包个孙儿回家 也是很好的 女儿秀秀很欢喜 可是儿子葫芦 却并不想要这孩子 还想把这孩子给扔了 幸亏羊角大娘急忙制止了 秀秀二叔也反对 说让这个孩子 还为此 撒了很大的气 羊角大娘也并非不能理解 一来 舅舅二叔跟日本人打过仗 成了残废 对日本人的仇恨 是深入骨髓的 二来 她是想占他们家里的宅子 和那几亩地 儿子葫芦一直说不上个媳妇 要是没有这孩子 往后这宅子地 都是她的了 思来想去 杨角大娘还是觉着 不能为了这孩子 上了和亲人之前的和气 就让秀秀明儿清早 把孩子抱到马路口 让过路的好心人给抱走 将孩子放地上后 秀秀沿在一处山市后瞧着 等了很久 没人肯要这个孩子 只听见这孩子哭声不止 秀秀于心不忍 到了中午 又将孩子抱了回去 杨角大娘叹了一口气 该来的送不走 该去的叫不来 从此以后 这孩子就成了杨角大娘的孙子 名欢狗娃 没有奶水 杨角大娘就挨家挨户地 给孩子找奶水喝 按秀秀的话说 就算是没有奶水 喝米汤也是可以把孩子养大的 他们并不畏惧 狗娃就这样 在杨角大娘一家的照顾下 一天天长大 聪明乖巧又善解人意的她 也逐渐赢得了葫芦的喜爱 这天她躺在地上晒太阳 一位老师傅前来拜访 这么冷的天 你怎么睡在地上啊 地上舒服 地上怎么舒服 睡在地上掉不下来 狗娃这番具有谄意的回答 令老师傅眼前一亮 老师傅柔有趣味地看着她 说有所思 老师傅是来借杨角大娘家的旅 去托粮似的 作为报答 老师傅为他们写下了一幅对联 一冬五雪天藏玉 三春有雨 地生金 狗娃是个机灵孩子 大家都这样一位 可阿淑家还是不待见狗娃 秀秀阿淑想方设法地 在杨角大娘跟前吹耳旁风 想做是杨角大娘将狗娃送人 还热心地为他们找好了买家 杨角大娘自然没同意 这让二叔更生气了 两家的关系 因此一直不见豪宅 二叔家就住在隔壁 狗娃是想靠近他们的 可换来的 只是欺负 这天 二叔一家欺负狗娃的时候 挑战回来的葫芦 正好看见了 一向对狗娃爱搭不理的葫芦 罕见地替狗娃做了一回主 也算是当众承认了这个儿子 中逢江里热闹的时候 狗娃带着狗娃感描绘 他就给人帮忙挑水 剩了狗娃一个坐在树枝上 却没曾想 几个调皮孩子趁此机会 合合起来欺负狗娃 几番推丧之下 狗娃一人寡不敌众 被欺负得鼻青脸肿 等狗娃挑水回来的时候 看到可怜兮兮的狗娃 心中不是滋味 苦于说不出 他只好帮着狗娃 用树枝抽打食人出气 看到狗娃破地微笑 糊了才算松了一口气 杨角大娘得知此时候 气愤不已 嘴里念叨着 不会打架就是吃亏 秀秀的想法是 能忍责任 可杨角大娘却觉得 既然是对方先挑事 回几句嘴也不打紧 这还不够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杨角大娘将狗娃拉到一边 细心教授他摔跤的本领 这一来一回 狗娃按照他的方法 终于失聪了假 杨角大娘一屁股 栽在地上 但心里 却是紧实地高兴 乡里出去物工的人 越来越多 这天 同村的人上门来找葫芦 让葫芦跟着他们 一起出去修铁路 葫芦很乐意 杨角大娘再三思量 也觉得 是该让葫芦出去闯闯 跟老乡出去 相会也有个招呼 出门那天 葫芦顶着狗娃走了一路 一会儿也不肯放下 葫芦从小是个哑巴 从未出过远门 临别时 杨角大娘千叮咛万嘱咐 满心的担忧和不舍 葫芦也知道做娘的心情 耐心顺从地一句句回应着 奶奶 我也去 傻孩子 你去干啥 这是去干活 又不是去干活 我会放在干活 我会说会 我也能听见 听到这儿 葫芦欣慰地笑了 她迫不及待地靠近狗娃 着急地想要听到什么 直到听见狗娃大声呼喊的那两声 爸爸 她便静满意足地上路了 一天夜里 灯光昏暗得很 笑笑一边哄狗娃睡觉 一边念着在外悟空的哥哥 就在这时 杨角大娘颤颤巍巍地进了门 非常沉默 秀秀一问才知道 葫芦没了 店乡里传话的人说 是在修路的时候 山洞里的石头塌了 都喊着让葫芦躲开 可她没听见 杨角大娘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她打算和秀秀出趟远门 到葫芦遇难的地方看一看 这一路要跋山涉水 带着狗娃不方便 他们只能含泪将狗娃 送给无儿无女的货郎 牛金铲 杨角大娘离开寒家庄后 狗娃一直坐在门槛前 倔强地等着奶奶回来 狗娃再次见到杨角奶奶的时候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而狗娃正穿着薄酒的外套 顶着偌大的东北风 在外挑柴 看到狗娃在牛家挨动售鸡 杨角大娘十分不满 非得要给狗娃讨个说法 夫妻俩别扭地解释着 杨角大娘始终是冷面置之 直至听见了牛津川家婴儿的哭声 杨角大娘才算是彻底明白了 常年说猪是猪 羊是羊 猪肉长不到羊身上 如今他们有了轻生儿子 狗娃最是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就这样 杨角大娘又把狗娃接回了家 坐在锅炉前烤火的时候 秀秀才发现 狗娃的鞋子 已经破了大大小小的窟窿 眼泪就落了下来 为补贴家用 秀秀决定嫁人 给家里换回一笔彩礼 临走前 秀秀给狗娃配好了 满满当当的衣服和鞋子 出嫁那天 村里敲锣打鼓 狗娃一直跟着秀秀 直到杨角奶奶将她拦下 两人隔上门板 替死留脸 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 逐渐年老体帅的羊角大娘 领着狗娃 一路行至清凉寺 恳请方丈一位法师收了 方丈很是犹豫 出嫁人有规矩 不能随意收拖 老师傅 我是个接生的 这辈子 我借了三百多个孩子 有闺女养的 也有寡妇生的 我都给她们找条活路 关天关地 一个人来到这世上 能送到活路上 就别推到死路上 这不也是基因得行善吗 在杨角大娘的 一再恳求下 方丈终于答应了 临别时 杨角大娘将一条 和服腰带留给狗娃 告诉她 这是她亲生母亲 留给她的物品 嘱咐她好好保存后 慌慌悠悠地 拄着拐杖离开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狗娃行了僧礼 正式成为了一名出家人 发号明镜 行了僧礼后 她就跟着师父日夜学经 与木骨沉中作伴 某天给师父摸摸的时候 师父敲出了她的心事 问她想奶奶了吧 她嘴硬地说着不想 但是所有的感情 溢于言表 师父就在此时教导她 假情虚辞 招式散乱 只有精怀坦白 飘里如一 才是修行的基础 得知奶奶去世的那天 明镜狠狠地哭了一场 那天 师父在她身旁伴着她 也在那时劝劝她 出家人身在空门 要行人所不能行 要忍人所不能忍 师父教了她许多道理 她都明居于心 明镜代表中国佛教访日的这天 生母大倒盒子 赶到了她的身边 生母不敢无故叨扰她 只是先邀请了她的翻译 前后交谈了几番 也是因为这儿 才了解到了她 她才敢进一步 确认她的身世 直到收到了那根和佛腰带后 失散了多年的亲缘关系 才又重新地记在一起 是在一座陌生河屋内 明镜才终于有了 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独处的机会 也才在相框里 见到了自己已故的爸爸 了解到了当时的完整情形 那天下得了遣返令 大倒盒子本想带她一同回国 但在上车的那一瞬间 她的助澜被人强行抛开 而她只能紧跟着急速的汽车 往前驶去 说起这儿 大倒盒子泪水再次涌了出来 脸声向她说着对不起 明镜已是出家人了 在这副袈裟之下 她只能尽力压抑住内心的情绪 简简单单地安慰着母亲 让她不必为此牵扰 直到母亲拉着她换上了和服 只有脱下了她的袈裟 只有在这身和服下 她才敢明目张胆地 表露出自己的内心 叫大倒盒子一声妈妈 她终于能给生母磕一次头 为她按摩 为她垂背 为她尽一点孝心 感激她的声誉之恩 这样的时刻并不长久 听到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明镜重新披上了袈裟 做合了她的明镜法师 离别时 她将万珠留给母亲 祝她保重身体 以及明日不要去机场送行 大倒盒子没有按明镜说的错 明镜的飞机起飞的时候 她正在玻璃窗内 远远的寒泪望着 明镜回到了养育她的故乡 围着羊角奶奶的粉墓 送着经文 走了一圈又一圈 这是1991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清凉四中生 由谢进知道 丁一 蒲存心 丽媛小卷等主演 影片存后第十二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清凉四中生 是李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写成的作品 原名 冤孽 赵丹曾想把她搬到银幕 但因故未如愿 谢进看到剧本后 对羊角大娘深刻印象 好几年都忘不了这个本子 在1989年 谢进才终于找到机会拍摄改片 谢进被誉为当代中国电影导演第一人 从红色娘子军 到木马人 再到芙蓉镇 谢进的电影 总是在用写实手法 来表达她的浪漫主义情怀 在谢进看来 真正的艺术家 应该同时是个思想家 应该通过她的作品 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 所以 她的电影作品 几乎都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在谢进的许多作品中 主人公都会面临到家国的选择 但最终电影的主人公们 都做出了最为理想主义的选择 就如影片中的明镜一样 日本是她的家乡 可中国才是她的故乡 一番权衡之下 她还是选择回归了养育她的故乡 是人 就总会有追逐溯源的想法 就会有一份对落叶归根的缺念 可当家乡和故乡发生错位后 人就会无可避免地 去经历到一系列复杂的身份认同 明镜是师傅给她起的法号 狗娃是杨角奶奶给她取的名字 一个人对于身份的认同感 就在这些称呼里慢慢建立 而每一个称呼背后都紧跟着 丰满鲜活的记忆 当她是明镜时 那段记忆是师傅的针针教导 是一段经文 是木骨沉重 是香炉念珠 而当她是狗娃时 那段记忆是杨角奶奶在她受到欺辱时 叫她学会反击 是葫芦爸爸 塞给她一怀抱木头犬后 满怀宠溺地带她离开 也是姑姑在出价前 提前为她备好的一大落衣服和鞋子 这些感情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姿态 蔓延在一个人成长中的各个角落 在记忆里生了根 又在未来里发了牙 经过七七岁岁的年月 扑就成一条古老幽长的小道 每当钟声响起 你便能一起归途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